健康脈搏 主持 陳凱欣 大家好 各位聽眾觀眾 又到星期四 下午1時至2時 健康脈搏的時間 今集會講一些比較貼身 亦與疫情很有關係的題目 就是講講疫情之下 學童的眼疾問題 究竟在疫情之下 近視或其他與眼相關的問題 有沒有嚴重呢 所以今天請來的嘉賓就是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副教授 任卓星醫生 Jason Hello 大家好 阿欣Muffin 你好 另外還有我們的客席主持 我的好拍檔就是張志雄Muffin Hello 大家好 我是Muffin 首先我先問你們兩位 Muffin也不用問了 如果大家在Facebook看到我們 他是四眼仔 他有近視的 今天可以好好發揮 將你有什麼近視問題 或者你年輕的時候 遇到的迷思 可以問Jason 但先問了任博先生 其實我自己作為家長 我之前經常都說 我發現過去兩年 你知道 不能面授課程 其實我一直都很堅持 很堅持 盡量讓小朋友少去接觸 一些電子屏幕有關 例如手機 電腦 但在這個疫情之下 很可憐 我真的逼不得已 一個是四年級 一個當時是六年級 我也覺得很小 但沒有辦法 一定要接觸 電子平板電腦 或者手機 是否因為這個疫情之下 你們都特別做了相關的研究 看看我們學童的眼睛 有沒有受到這次疫情的影響 是的 其實我們早前做了一個追蹤性的研究 我們追蹤了一千八百位學童 學童就是六至八歲的小朋友 其中七百位就是疫情組別 有一千一百位就是對照組別 那麼我們的計劃是怎樣做的呢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是在疫情爆發之前 即2020年1月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小朋友來過我們的計劃做研究 即是做檢查 那麼我們其中有七百位 剛剛在疫情之前的一個月 檢查了他的視力 那時候完全知道了他的視力的情況 我們接著那八個月就追蹤了 在疫情爆發最嚴重 剛剛那段時間又停了學 也都要面受課程最嚴重的那段時間 那麼我們八個月之後就看他的情況是怎樣 接著呢 也都對照我們過去幾年裡面 其實跟進了一千一百位的學童 我們就知道他的眼睛的近似度數的情況 那麼我們就看三樣東西 第一就看他的近似的出現率 即究竟那個發生率有多少 第二就是看他的近似加深的度數是多少 第三就是看他的眼球拉長的情況是多少 那麼我們就將這兩個組別做一個對照 那麼為什麼這兩個組別可以對照呢 就是因為剛剛那些小朋友的歲數 性別分佈 那個分佈 那個基本他們本身近似的病 那個倒數呢 全部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為都是我們一個抽氧隨機性的一個計劃 那麼我們發覺呢 就都是很… 那個情況就是 疫情組別呢 竟然在他過去的得出來的近似發病率 在一年的裡面就有30%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在疫情期間 100個小朋友 大家都沒有近似的 疫情一年之後 他就會有30個會出現近似 這個叫近似的發病率 對比起對照組別 之前應該平均一年是12% 那裡就上升了1.5倍 另外就是那個近似的深的速度 我們平均那個疫情組別 平均一年裡面就深80度 那麼你說80度不是很多 我們說的是overall general 就不是說平時一些很快的小朋友 而平均是80度 但是對照組其實以前平均是每年深40度 那就是雙倍了 另外眼球拉長的速度也是拉長了 我們之前那個平均是0.28mm 在疫情組對照組 但在疫情期間是0.45mm 就是深了 也是接近一倍 也是接近一倍 所以這個其實對於我們的研究和發現來說 也是一個挺重要的一個見到 就是原來疫情期間近似是深得很快 快了很多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我們看到的情況 與此同時我們都要找一個原因 我們同一時間都了解了一些生活習慣的改變 有兩個重大生活習慣的改變 第一就是戶外的時間 第二就是閱讀的時間 以及用電子產品屏幕的時間 戶外的時間在疫情之前 我們都做過一些研究比較 香港和其他新加坡和台灣都差不多 都不是很多 戶外平均每天75分鐘 即1.3個小時 但是疫情期間只剩25分鐘 其實是大大減低了 另外電子產品的時間 疫情前都不是少了 在香港疫情前都兩個多小時 但疫情期間每天接近7小時 所以這個變化外 看到與近市加深有直接的關聯性 所以這也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研究的報告 讓大眾知道 我們都要注意我們的生活習慣 讓小朋友可以改善他們的視力 剛才Jason說了一些很重要的數據 而且總結 不論近市 他們的眼球拉長的情況 他們使用電子屏幕的情況 全部都有倍增 而我會形容這一種是爆發式的增長 如果我們這樣看法 這麼短的時間 但我想問這件事 我們在疫情之下 我們加了很無奈 我們其實可以無可避免地 他要用電子的媒介 去上課 以及戶外 你知道平時上學 他們可以在學校出外面 運動堂 這兩年的時間真的沒有了 所以好像很被動 很被迫地 我們都不想 可能小朋友都不想 其實會不會剛才你說的 戶外活動的時間 對我們有一個啟示 可以平衡一點 因為戶外 原來為什麼戶外會有幫助 當然大家就會知道 戶外減少了看書 多看遠的東西 多看綠色的東西 讓我們眼睛可以休息 也是對的 另外我們現在最新的 國際的研究 看到在戶外的光度夠 夠光 夠光就會刺激我們眼睛 分泌一個賀爾蒙 叫多巴胺 這個荷蒙 其實會令我們眼球 沒有拉長得那麼快 不會過度拉長 國際上的研究 看到多少位置足夠 戶外的光度才可以呢 原來就要兩個小時 一天 加起來一個星期十四個小時 很多時候 我見到很多家長 一天兩個小時不行 做不到 但其實可以加起來 一個星期內 如果家長可以在星期六 星期日 帶他出去戶外 做親子 一天這樣加起來 都是可以 一個星期十四個小時 對成人有沒有用 例如像Muffin那樣 你的戶外時間 有沒有因為你疫情的時候 減短了 當然減短了很多 你也不要說 很多時候都要你再加工作 其實你出街上班 那個時間都短了 已經少了一大部份 還有運動也做不到 沒錯 不過我自己 我有一個位置 我想八卦多一點 其實我剛才聽到任醫生所說 為什麼戶外對我們的視力 好像好一點 因為那個光線足夠 但其實據我們所知 我們一般了解 電子產品的螢幕 其實都很光 都很夠光 但為什麼電子產品 對我們的視力 影響這麼大 有沒有一些科學的說法 可以多知道 我們講的是 整體眼睛感光的情況 我們看到原來 那個光度 我們那個光度 用Luss來形容 那個unit 要1000個Luss以上 你猜一下這裡有多少Luss 我們今天這裡 真的不知道 開到很光 2000個 這裡大約是500-600個Luss 都不夠 室內 其實開到最光最光 都很可惜 就不會夠光 就算你在一間學校的corridor 走廊 陰陰地 都有1500個Luss 一個樹蔭底下都有3000個Luss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戶外才多 戶外就不是要陽光 不是要紫外光 我們一定要做足防曬 因為我們不需要任何的紫外光 去到任何戶外都要做防曬的工作 但我們是要有足夠的光線 相反 如果小朋友看東西還很暗地看 就一定會傷眼 即是光已經不夠光 我們開光都不夠 所以閱讀第一要有兩盞燈 要有桌燈 還有房燈 希望開得很足 希望光線可以到600-700個Luss 最好就靠著窗邊去閱讀 有時有些日光 當然不是直接照自己的眼睛 但有些日光進去 可能也有3000-4000個Luss 有些日光 第二就是閱讀 一定要有個不要太長的時間 每30分鐘一定要休息 看一些遠的東西 因為看近的東西 我們的眼睛是很累的 用力的 看遠的東西 我們眼睛的肌肉才會放鬆 第三就是不要太近的距離 起碼要有一尺的距離 很多小朋友看東西寫字 一定會傷眼 起碼像我們今天這樣 全部都有一尺的距離 閱讀距離才足夠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跟任卓勝醫生 談談我們眼部健康的問題 健康默博主持陳凱欣 回到健康默博的時間 直播室中有我們的主持阿欣 還有我客席主持Muffin 除了我們之外 還有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 學系的副教授Dr.Jason Hello 大家好 上一節我們說到近時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未必很清楚 原來不是和螢幕的光線有關 反而是我們周圍的空間 夠不夠光線 所以其實可能我們都要解釋多一點給家庭觀眾聽 其實光線對學童或普通人的視力影響在哪裡 其實我們經常聽到螢光幕也有些 是不是藍光會否影響我們的視力 我們應該怎樣去解讀 藍光是甚麼呢 原來我們的可見光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叫可見光 其實大家有聽過彩虹 就是紅橙黃綠青藍紫 可見光的光譜就是紅橙黃綠青藍紫 可見光紅之前那些叫甚麼呢 就是紅外線 紫之後那些就是紫外光 大家都聽過紫外線紫外光一定是雙眼的 因為它的能量很高 藍光是因為近紫外光的光譜 所以藍光有可能雙眼 其實我們現在人類生存了這麼多年 光裡面都有藍光 那為甚麼現在開始討論這麼多呢 就是因為電子屏幕多了 電子屏幕裡面的LED燈多了 那些LED就多了一些藍光 所以大家就開始去關注 我們現在現代人用多了電子屏幕 會不會比正常接觸的藍光多了呢 這個多了是擔心影響我們的眼睛結構 黃番點、成金線 這就跟近視無關 不過你說有沒有雙眼 我們一定要好注意 所以最直接的做法 就是減少使用電子產品 因為現在是擔心電子屏幕 所釋放的藍光 當然你說我們在電子產品裡面 放一個濾鏡、螢幕都可以 有些家長會選擇戴藍光眼鏡去濾鏡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的方法 但是就沒有一定要這樣做 即是沒有一個肯定說 一定要戴藍光鏡去防止 因為暫時電子產品所產生的藍光 是不是真的雙眼呢 在醫學界裡面就沒有一個很確實的定論 作為眼科醫生 我們都很謹慎去看這件事 盡量減低使用電子產品 就是最佳的方法 聽見健康物博的觀眾和聽眾 一定要留意 因為我相信不單止是我們的學童 其實很多人 因為我們近年的電子產品 不論手機、平板電腦 我想成年人都用多了很多 所以大家一起聽聽林卓昇醫生跟我們說 我們對這些電子產品對我們的眼睛的影響 尤其是家長 我自己也對家長 如果你歡迎家長 可以在我們Facebook留言 關心一下你們學童的眼疾情況 我想繼續追問一下 因為剛才Marvin也有說到光視問題 但我對你們中大調查的研究更加有興趣 為什麼呢 我純粹是用媽媽的心態 就覺得看到兒子、女兒 不停用電子屏幕 要網上上課 很擔心 但你們真的有一個實實在在的數據出來 我反而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任教授 其實你很用數字 告訴他 更加了多少倍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們自己見到這個結果 還有你們我也知道 不是一兩年 你們都追蹤了一段時間 其實那個數字得出來 你自己會怎樣形容呢 會不會說 原來都真的倍升那麼多 或者已經是一個警號 不論是對我們家長 或者對小朋友 你們這個研究出來 是不是響起了幾嚴重的警號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提示 讓我們知道 本身因為香港很不幸 這已經是近視之刀 在疫情前 疫情前 我們在2020年之前發布的研究 已經看到香港近視是全世界首一致的 六歲的小朋友是12% 到八歲是36% 到九歲 接近九歲 已經超過四成半的小朋友有近視 成人有72% 有近視 其中我們發覺 我們在座也有幾個成人 其中有13-14%有深近視 這是全世界最高的 但竟然在疫情 原來高處未算高 因為疫情期間 將近視發病率和加深速度倍升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告訴我們 我們真的要關注 剛才阿欣你說 這是爆發性的增長 但如果我們能夠及時 做一些改善 其實我們是可以預防這件事發生 現在就是一個關鍵期 我們希望家長要好好保護小朋友的眼睛 但我看到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要變成網上的學習 他們就被迫要用 我亦有時出外吃飯 在疫情前 大家都一定有見過畫面 就是小朋友在吃飯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平板的電腦坐在前面 然後他就很安靜地在那裡吃飯 大人又大人吃 小朋友對著一部機器來吃 這個又是否一個好壞的習慣 是的 這個我們有一個Term 大家都會知道 就叫電子奶嘴 其實電子奶嘴 我們是不應該使用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建議 我們香港眼科學會 香港眼科醫學院 都有一個指引 我們在1歲之前的小朋友 是不應該接觸電子產品 是0小時 1歲之前 其實1歲的寶寶很可愛 你應該多看他 你應該和他玩多些 他看的應該是看爸爸媽媽的樣子 就不要看一些屏幕 那個親子的情況 兩歲至五歲 即幼稚園期間 除非畢業 除非是很需要 就應該在1小時之內 所有的時間 每天不應該多於1小時 去到小學階段 除了課堂 課堂 因為真的有學習的需要 但課餘的時間 不應該每天多於2小時 其實2小時已經很多 不應該多於2小時 當你這件事都做 如果你這個時間都控制不到 去到中學 其實你應該控制不到他 中學已經習慣了 你就只可以勸一下他 不要玩那麼多 應該由小時候開始 去養成一個習慣 不要被他依賴在電子產品 如果真的面對這個問題 好像剛才說 中學都控制不到 真的有好心近視 究竟之後會有什麼副作用 甚至有什麼後遺症 如果真的有好心近視 又有什麼方法 可以減輕近視 或者減慢近視增長 大家繼續聽著健康物博 待會回來 我們可以繼續問問任卓勝醫生 繼續健康物博時間 今天我們的嘉賓 有我們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副教授 任卓勝醫生Jason 大家好 另外繼續有我們的客席主持 張志雄 Marvin 繼續我們談眼疾問題之前 我也想先提提大家 如果現在出門 記得帶回馬姐 因為天氣好像不太穩定 特別是在將軍澳區 剛剛也看到天文台 他們收到將軍澳有冰雹的報告 說特別大雨 所以可能將軍澳的朋友 剛才也有馬上回報到 這個特別的天氣情況 所以大家要留意 除了留意天氣情況 大家都知道 健康物博都非常留意本港的疫情 今天雖然我們講學童的眼疾 但學童的健康 打疫苗更加不可不知 都要提提大家 因為這也是政府最新的公佈 由於他們在海外和本港都有報告 打了兩針復必泰的新冠疫苗之後 有心肌炎或心包炎的副作用情況 所以最新就是聯合科學委員會 聯同專家的顧問團隊 其實在昨天已經作出一個最新的建議 就是建議打一針已經足夠 亦希望副作用的出現情況可以減少 所以家長要留意 如果已經預約第二針注射 其實第二針是可以取消的 大家要留意 健康物博溫馨提示 說起年輕人的新冠肺炎 其實年輕人的眼睛 我們的靈魂之窗是非常重要 如果小時候已經有近視 將來近視可能會加深 剛才在講過之前 我們跟任卓星醫生的Jason談到 其實本港的近視是數一數二 而且深近視的比率都非常高 不如先跟我們說一下 深近視是多少度為止深近視 還有很多坊間都說 深近視不要緊 又有手術 又有隱形眼鏡 或是最新的科技 令近視可以減低 那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我們小時候已經有深近視 將來又會怎樣呢 首先近視就是一個叫屈光不正 深近視就是六百度 六百度以上就是深近視 屈光不正的意思 原來近視就是我們的焦點 去了我們的視網膜前面 我們的眼睛好像一個相機 我們的鏡頭就是如果花了 我們就叫白內障 當我們的眼底如果花了 就是黃斑病變 近視就是我們的眼球不斷拉長 你可以幻想一下 你拍了一張照片 那個菲林 你不斷拉長它 拉薄它 放回菲林 放回到浴槽機 拍了一張照片 就不漂亮 所以當一個近視 他不斷的眼球拉長 將來他會出現很多不同的併發症 第一就是他的眼底會花了 這個黃斑病變 一個深近視的人 出現黃斑病變的機率 比一個沒有近視的人 是850倍 是850倍 基本上是很深 很大的機會 另外就是當眼底拉薄了 它薄了會容易穿孔 穿了孔之後 就會視網磨脫落 好像長指剝落 有些水進去慢慢視網磨脫落 機會率是12倍 這麼多 另外我們的相機 要拍一張照片 要在電腦看到 有一個電線 電線要薄到電腦才可以看到 我們的眼睛 也有一條電線薄到人腦 電線頭壞了 就叫青光眼 因為你的眼球拉長 電線頭都容易扯傷 所以患有青光眼的機會率 都有3至4倍的機會 白內障的機會率 就是5倍的機會 所以一個深近視的情況 原來會導致到 小朋友的眼睛還很好 隨著我這個年紀 再大一點 眼睛的結構 越來越差 就會出現這些毛病 小朋友的深近視 直接影響將來 在職的年紀 或者一個working age group 加上老年的眼睛出現 所以我們要保護下一代的勢力 就要由現在開始 很多人就以為 我做激光矯視手術 就沒有了 激光矯視手術 就是將鏡頭打磨 你會沒有了度數 但一個拉長了的眼球 是還原不到的 所以他仍然會有 剛才所說的病發症 不過他不用戴眼鏡 但仍然他都會有 膳膜脫落 黃斑病變的機會率 真正要預防 我們叫做防慢 其實就真正要由 小朋友階段 控制近視 對將來我們下一代的勢力 才是最重要的情況 如果這樣說 其實就是 沒得回頭 可不可以這樣說 沒得回頭 就算我有手術 我繳了視 只不過現在看東西 不用戴眼鏡 但我的眼球已經是傷害了 拉長了也不能回頭 還原不到 各位聽眾和觀眾 真的要留意這一點 即是說 我們有一個很黃金的時間 去控制小朋友的近視路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因為去到我這個年紀 近視是不深的 你什麼年紀 我剛剛去到不劃之年 所以去到我這個年紀 近視是不會深的 因為我們的眼球已經定了 原來真正近視深的時候 就是小朋友階段 香港大約是五歲六歲開始起 一直加深 一直加深 一直拉長 去到多少歲 去到越小的時候 他就深得越快 接著去到青春期那段時間 因為他飆高 我們眼球也會拉長得快些 去到十三四歲 很多時候 就開始深得沒那麼快 接著去到十八歲、十九歲 就開始停 所以很多時候 為何做激光繳治手術 就是十八、九歲才做 因為已經停了 如果你未停的時候 你做激光繳治手術 你做完又不開心 又深回來了 所以真正的黃金期 就是六至十四歲這段時間 就要保護好小朋友 不要讓近視加深的情況 這裡有個個案 是不是我們客席主持 Muffin也是近視 剛才任醫生所說 就是那個年紀開始 發育時間 是不是那時近視飆深得快些 一定是 換眼鏡換得很密 我還記得那時 因為要控制近視 所以那時我家人 新產品 好像看到眼鏡店 試光師又介紹了 新的矯視眼鏡 那時很有趣 上面倒數深一點 下面倒數淺一點 就好像有個鍛鍊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是不是多了很多 這些不同的矯視產品 其實那個原理在哪裏 或者應該我們怎樣去選擇 或者其實它的功用 是不是這麼厲害 我們整體來說 以前我們的年代 那些近視的方法 或者就比較少 現在就開始大家都很關注 和科技的進步 就多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們整體來說 有三大方法去控制近視 第一就是剛才第一節說了 就是那個生活習慣的改變 增加戶外時間 一天兩小時 一個星期十四小時 良好的閱讀習慣 不要太長時間 不要太近距離 不要太暗的環境 整體這些生活習慣的改變 大概是減慢30%的速度 你說30%不是很多 但是都比沒有好 所以生活習慣的改變 對整體市民的健康是好的 當有些小朋友心得很快 另外就是藥物的方法 和光學的方法 藥物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用一些叫眼藥水 叫做阿托品眼藥水 阿托品眼藥水不是牌子名 而是成份名 我們的團隊也做了一個研究 原來用低濃度的阿托品眼藥水 是有效減慢近視加深 可以去到67%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小朋友 如果他一年深100度 滴眼藥水 每年深33度 所以一個小朋友 六歲開始 如果他一年深100度 去到14歲 就800度 900度 但是如果你每年 只深30度 你就不會變深近 所以滴眼藥水 可以有效 預防近視加深 和眼球拉長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 就是一個叫做光學的方法 光學方法 就是透過一些光學的原理 原來在動物裡面 我們剛才說拍照 近視就是拍照 拍照在黃斑點那裡 原來焦點如果去到眼睛的前面 我們這個叫做近視離焦 原來它又不會拉長得那麼快 相反如果你的焦點 去到眼睛的後面 眼睛好像追著焦點 就越深越長 所以透過一個叫離焦的原理 也可以控制近視 但是呢 之前你所說 以前戴的漸進鏡 原來我們在研究裡面 發願就不太行 因為研究已經看到 那個效果比較弱 因為它真正不能達到 一個離焦的效果 所以現在有不同的鏡片 有些就透過一些離焦區 部分的區域 就導致近視離焦的原理 部分的區域就被它聚焦 大約離焦眼鏡減慢近視 就去到50% 不過是給一些心得比較慢的小朋友 心得慢的小朋友 他大約可以減慢到50% 另外有一些隱形眼鏡 無論是日間戴的隱形眼鏡 日間戴的隱形眼鏡 都是離焦眼鏡 都是達至到一個離焦 有些就是晚上戴的OK鏡 OK鏡就是戴了之後 令到我們的眼睛沒有了度數 最適合一些很活躍 做運動要 做運動的校隊 那些小朋友 他大約那個減慢速度 都可能是40%至50% 不過戴隱形眼鏡 就一定要注意衛生 如果他有任何紅 蒙 痛的情況 一定要除了眼鏡 盡快去看眼科醫生 看看他有沒有發炎的情況 要好好留意著 還有以前的年代還聽到 洗隱形眼鏡洗得不好 又會有阿米巴蟲 睡覺的時候 戴著繳視隱形眼鏡 又會刮傷眼球 所以這些繳視的方法 一定要問回家庭醫生 和我們的眼科專科人員 才可以用 但又要問一問 因為你們的調查 剛才我都說了 那個研究 我覺得是要大家深思 以及父母、家長、小朋友 其實都要很留意 會不會有下一步的研究 會是就著這個疫情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再跟進 可能就著我們的學童眼疾方面 其實過去六年裡 我們都在做一個追蹤性的眼睛檢查 過去由2015年開始到現在 我們就檢查超過三萬個家庭 我們都在不斷地跟進 以及也有些是追蹤性的研究 接下來我們就會知道 剛才說的近視發病率 接下來我們就比較大型的數據 知道整體整個學童的近視率 提升了多少 另外我們現在就很著重教育家長 做一個生活習慣的改變 我們期望 接下來的追蹤性研究 看到一個降低的倒數情況 因為在台灣、在新加坡 他們都提倡了每日兩小時 一個星期十四小時 看到整個地區的近視率 開始放緩和減慢 我作為眼科醫生 我都很期望 我們可以推動多些健康的教育 可以令到香港小朋友 提升多一些戶外時間 去幫助到整體的香港小朋友 可以改善的視力 會不會我們推動這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可能先向大人入手 有時生教的問題 其實不是小朋友 小朋友見到爸爸媽媽 自己經常都拿著手機讀 因為真的習慣 你試試乘港鐵、巴士 每個人都在做甚麼 在看著英國 是否都要從大人方面入手 我們可以新教到小朋友 這是很重要的 對 新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現在在聽眾觀眾 我們將這段影片 大家一起分享出去 讓大家知道多些眼疾問題 我們先由大人做起 以及改善小朋友的習慣 稍後回來 我們會繼續跟任卓聲醫生 繼續講講兒童眼疾方面 接下來還有甚麼要注意 健康目播 主持陳凱欣 繼續健康目播時間 除了阿欣之外 今天還有客席主持張志雲 Muffin 我們繼續跟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副教授任出聲醫生 Jason跟我們談談眼部健康問題 其實我一定要講講任出聲醫生 他之前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我剛才在講一個期間都問了他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未必是家長不想帶小朋友去驗眼 或未必是不懂得帶他們去戶外 而他們根本沒有這個知識 或者是不知道眼部健康 原來受到那麼多的影響 甚至乎是沒有一個意識 我需不需要每年年去驗眼 所以任醫生 其實之前我也知道 有一個義工平台 走進社區 實行一個全港性兒童護眼服務計劃 可否大概講講那個計劃 還有會不會有什麼情況 你發現原來真的很多家長都不知道 小朋友是有近視帶來看才知道 計劃就在2015年3月開始 我們沒有斷過 連續到現在六年半 那這個原因就是我們看到特別基層的家庭 因為家長的資源問題 以及戶眼的意識不足夠 他們戶眼的意識不足夠 那責任在哪裡呢 就是眼科醫生的責任 我們沒有足夠 所以我們很想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所以我們從那時候開始了 就開始了這個program 我們就幫了 星期六星期日 在我們眼科醫院 我們香港中文大學眼科中心那裡 就幫小朋友做一個很詳細 免費的眼睛檢查 過去差不多有四百個星期六星期日 就檢查了大約三萬個家庭 我們看到眼疾的影響也是很厲害的 特別因為家長的意識不足夠 但其實很多家長是很想照顧小朋友 是很有心的 所以我們就透過一些講座 透過詳細的檢查 透過一些眼鏡 希望可以幫助小朋友 其實好像任意醫生這樣說 家長有時不是想拖延去看 我講自己的經驗 因為學童保健 我們有牙科 其實他們的身體檢查都有 其實每年都有 但帶到他們去衛生署學校的兒童識體見 其實純粹是檢查他有的事還是沒有的事 然後他就給你一張紙仔 你再去驗眼 可能有時你接完一張紙仔 就問問小朋友看東西很正常 看黑板沒事 你就會覺得他未必有近視 可能沒有再帶他去做一個詳細驗眼 也沒有一個感覺 我想不想帶他去看眼科醫生 因為現時沒有普通方盤診 是有眼科醫生去給他 或是看近視 所以這件事就變成 我會覺得有時可能家長都很想去幫小朋友 但有時好像未必可能有些家長 就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求助 我覺得 其實香港政府有這個小朋友 視力篩查的服務其實都是很好的 有些地區是沒有的 當然那是一個初步的篩查 接著要有一個詳細的檢查 不過很多時候有很多家長 就連那個篩查都沒有去到 所以就錯過了一些黃金期 如果去了一些檢查 當然我們如果知緣許可 當然希望做一個詳細的眼睛檢查 剛才跟Marvin都說到 因為小朋友有些叫假近視 原來我們的小朋友的肌肉很緊 有時就這樣量度出來 他好像有一百度近視 其實原來是沒有近視 當是放鬆的瞳孔 放清楚 知道他的情況 才可以更加知道他的度數是多少 所以小朋友應該在六至八歲之前 有一個詳細的眼睛檢查 如果小朋友沒有 因為香港的近視太普遍了 如果小朋友是沒有近視的 其實應該都每年有一次眼睛檢查 如果小朋友開始有近視 無論你是用一些生活習慣方法 用眼藥水方法 用蜜蜜的方法 你都應該每半年做一個眼睛檢查 去檢查看看那個到處的增長 我們剛剛一直說到家長的角色很重要 包括我們怎樣看視力問題 很多時候是靠西茶或普茶 但當我們回頭 其實我們見到最多小朋友就是家長 我們除了這些西茶和普茶之外 我們平日常生活 我們怎樣可以留意小朋友 有什麼動靜、習慣 我小時候是這樣的 你睦眼看書 你應該有近視 可能就要請教Dr.Jason 家長可以怎樣留意小朋友 盡早去動色到他可能有近視 那就快點去處理 因為其實眼睛 剛才阿欣都說的是我們靈魂之窗 其實是很重要的 不單是近視 邪視和弱視 弱視就更加要在八歲之前找到出來 所以家長要留意小朋友 例如如果他的眼睛 你會發現他的眼睛好像不太看著你的 走開了 很多時候上課 很多時候老師會發現 為何這個同學不看著不專心 其實就不是他不專心 只不過其中一隻眼偏開了 這樣就很無辜 其實這就是間歇性愛邪視 另外有些小朋友可能有鴛鴦眼 一隻眼有近視 一隻眼沒有近視 但原來很多時候是發現不到 所以那個鴛鴦眼一遲了發現 他就有永久性 他就有弱視眼 所以家長一定要帶他去做眼睛檢查 一定要做眼睛檢查 六至八歲之前 一定要檢查得清楚 究竟他的眼睛有沒有問題 要及早去發現 任務醫生 我有一個私人的問題想問問你 為何你會做眼科醫生呢 因為這麼多醫科專科不選 你選擇眼科 我以我所知好像有些特別原因 眼科我覺得很好 因為你試試閉上眼睛三十秒 你會看到黑暗是很可怕的 我們做眼科醫生 其中一個很大的榮幸 就是可以幫人復命 幫人復命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你可以幫一個人看不到東西 或者看得沒那麼好的東西 去到看得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很大的榮幸 可以參與在這個工作裏面 會不會特別是對小朋友復命的很重要 因為可能在這些不同國家 甚至乎你現在說我們香港這樣 你這麼小時候有好心的事 可能將來致盲的機會都會高些 這件事會不會是你自己覺得 我接下來都要集中多些 在小童方面 小朋友就更加 原來小朋友的眼睛看不到的東西 就不只是眼睛問題 是他一生人的問題 更加是他的上流 即他的發展會有影響 所以小朋友的事力是更加寶貴的 我們永遠都是想預防 剛才說到 如果我們在小朋友階段 不預防好他 等他去到大過了 如果黃班病變等等才去處理 就會遲 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也是很有意義 但需要大家一起去幫忙 家長一起努力 社會各界都一起去做 這樣才能做到 請問護眼是否應該由BB開始 例如給她多些藍莓吃 紅蘿蔔 剛才你說的矯視的黃金時間 但護眼是否根本由一出生 我們都要好好保護我們 是的 一出生就要保護 因為一出生的眼睛是最漂亮的 所以要讓他去發揮 讓他去看東西 怎樣才能保護到眼睛 就是讓他看東西 原來我們的事力發展 就是讓他看得清楚 他就可以了 但當你有不同的 例如有白內障 Sylvan有白內障 有倒數 令到他看得不清楚 有斜視眼 一隻眼走開了 看得不清楚 就會出現懶惰眼 長時間看電子產品 令到他的視力近視多了 深了 藍光去刺激他等等 這些情況都會有影響 但有沒有看什麼會好些 現在家長永遠都是只看書 請問會不會看綠色的東西會好些 所以就帶他去公園 戶外看多些遠的東西 看多些綠色的東西 看多些最遠的情況 就是放鬆我們的眼睛 這樣對眼睛是起碼一個休息的時間 所以每天都要有一個 有沒有說每天定一個時間 每天如果可以抽到時間 就兩個小時戶外 當然我們每個家庭生活的習慣不同 最好就是幫小朋友養成一個 每半個小時 一定要take a break 不要讓他長時間去看 因為你長時間集中精神去看 他的肌肉會收緊 導致近視不斷加深 好 今天很感謝任卓星醫生 跟我們說了這麼多眼部問題 記得大家聽任醫生說 我們戶眼真的從小開始 一出生就應該要戶眼 因為我們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 我們看東西都靠我們的眼睛 千萬不要有心近視 希望大家個個都眼部健康 希望大家個個都眼部健康 然後我們的眼睛